大家好 這幾天鳳凰颱風讓人家虛驚一場 不過我們還是要特別提醒一下 它大致上是以東部外海北上 這樣的路徑走的話 發布海上警報的機會是非常非常低的 不過北部跟東漫部會受到外海環流影響 有些短暫性的鎮雨 大致上颱風這裡兩天內就會減弱 週末溫度會稍微緩回溫一些 不過下週一二另外一波冷空氣又再暴到 又會再降溫 所以各位可以看這個就是鳳凰颱風 它現在來看的話 這邊就是冷的空氣受到它的影響 它的外環流還會影響到我們的東北部 所以還是有些鎮雨 倒不是東北風 這是颱風外圍的雲系 它順著台灣東部海面北上 大概往琉球方向前進 未來各位看很快就會減弱 預計大概一兩天就減弱了 從東部外海北上 就一堆水系在這個地方 當然這個對我們東北部 就會有一些這個雨 請大家留意一下 要留意的是下禮拜 這個有一波東北風又在南下 有沒有看到北方的冷高壓又在南下 預計這個也會降溫 不過這波降溫大概跟這幾天差不多 有一點涼意啦 但是這幾天是前幾天比較涼的北部 預計週末這幾天是回溫的 各位可以看這個東北風會持續幾天的時間 那也要留意囉 也有這個低壓正在發展當中 也不排除未來這幾天 有機會發展成為28號颱風 這個時候有颱風還蠻正常的 但是因為這個時候太平洋高壓比較強了 所以要接近到台灣的機率沒有那麼的高 那這幾天溫度要留意上上下下的變化 大概差個三四度 白天的溫度有一點溫差 這個還是會有感覺的 然後預計呢 南部也是一樣有一點這個溫差 但是不是很明顯 所以請大家多留意囉 最近的這個降雨呢都是以東北部為主 中南部都很穩定 但是呢其實東北部淫風面呢 還是要注意偶有架大的雨勢 如果你有任何的活動的話 稍微注意一下 不是特別的大 但是還是要提高警覺 因為這個有時候 這個地形的降雨配合上外圍環流 一下子就起來了 所以請大家多留意了 保持關注 但是大致上呢天氣來說的話 有一點小變化 你如果多留意多掌握就可以了 以上是今天的天氣